在受众徒弟上 现在可以欢喜收割爱的花朵的 还包括了四川的地震灾区 看到了慈禧职工一直不断的带动之下 有许许多多的小小职工纷纷投入 一起加入关怀访式的行列 然后我们今天带您到汉旺的板房 去了看到这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 15岁的余乐因 她照顾她听障的妈妈 所以不管去哪里一定都带着她 她说她要加入慈禧的行列 但是又怕把妈妈放在家里面是不孝 所以去哪都带着妈妈一起随行 虽然她并没有念过书 但是她的孝心却是许许多多 读了很多书的人都比不上的 想要到板房区看看乐因 这一路泥巴路我们跟不上 她们的板房六平大没有隔间 母女俩相依为命 妈妈是英雅不会说话 乐因才15岁从没念过书 我们可能不是说吗 女孩是这样 念了母猪干什么 念了母猪 谁说的 我们审生嘛 审生啊 对 你帮我写一下 你的名字 你的电话 还有妈妈的 可以吗 你还记得人家 我写到你自己找 很好 还有妈妈的 我写不起 我都写得起我了 名字 乐因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数学啊 也不太行 一斤 假设说十二块 十斤呢 我不会 两块 两块 在当地说法 乐因的情况 属于没有文化 感象顺可不是书馆难教的 她不管去哪里 总会带着妈妈 如果我帮妈妈关了家里 我肯定是个不孝子嘛 很懂事 他们不是从 他们不是 有句话吗 从我的孩子 走当家吗 一个简单的道理 由草莓念过书 的乐因嘴巴说出 实在令我们汉言 他们家一个月 就靠政府 低保护的补助 六十元人民币过生活 乐因砍柴 产收离子 什么活都干过 但现在妈妈欢迎胃炎 每次看病 一百元 薄薄的钱 压在她身上 说有多重 就有多重 节省了 一般都没吃菜了 吃鸡花的米很省着用的 对 如果没吃完 我不该怎么办 知道下一餐要吃什么 对 应该说省吃节用吧 该吃中饭了 母女俩一人一碗白饭 配点辣椒佐料 就是一餐 妈妈比了想吃肉的手语 志工反而开导母女 现在有钱的人 也不一定想吃肉 别吃饭 别看电视 是乐因唯一的 娱乐和消遣 我们正专注拍摄 母女俩吃饭的几项 就整只传来一声大叫 不可以 因为 我妈妈 我妈妈 你很像妈妈 你像妈妈的 我很像妈妈 像你女儿啊 真的 一二三 笑一笑啊 真的是母女对换角色了 没读书的乐因 教了我们好多事 而在此季访识活动中 也会见到乐因 穿起了志工背心 一起服务的身影 不变的是 默默走在后头的妈妈 她们相互扶持的母女之情 说有多深就有多深 白新闻 仁耀珍持品珍 四川汉旺报导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